好吧这个正式文件还是照稿念 罕见拿出讲稿一字一句照着念 不能脱稿演出 台北市长柯文哲率团准备前往上海 出席双城论坛 这次除了市政上的交流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关心在大陆的台湾人 两岸之间目前没有正式的沟通管道 因此西方借由双城论坛的机会 向对岸也表达 台湾民众目前比较关心的议题 让对方多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跟需求 相信有助于化解当前的僵局 喊话想透过双城论坛化解两岸僵局 更强调最重要的是互相谅解 电话风一转针对前一天受访时 直言这趟上海行和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会面是不会加分的 但却被平民媒体写成不会扣分 让柯文哲再度动怒 加分扣分都会完全会这样颠倒 我觉得这做假讯度已经做得太过分了 对不对 严厉成谨责 我们不是只有反红媒 我也反绿媒啊 柯文哲再度告上媒体 不过想送他红帽子的 还有独派团体 金连工 国家安全是个屁话 这句说出来全国化然 很离谱 我们都知道 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安全的台湾 哪里会有一个 这个 让他每天在那边吹牛打屁的台北市长 独派团体来送机 让现场一阵骚动 柯文哲这趟出访 每个行程跟会面 绿营跟独派 必定睁大眼镜 仔细监督 欢迎收看陈明彦 郭元廷李佳化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